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自我 什么事都只想着自己 在你的眼里 一切都不如你自己的事重要 你总说我自私 我觉得真的是你小题大做 总是一点小事就要吵个天翻地覆 你眼中的小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是你心里有我在乎我的证明 如果小事都做不好又和谈以后 难道这段感情中只有你在付出吗 为什么我能包容你 你却总在责怪我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来自河北互联网运营 女嘉宾小新24岁来自河北程序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对 现在两年了是吧 对 现在怎么个情况来这儿 就他为人比较自私 然后就一点都不考虑我 但因为他是我初恋 我就很纠结 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说说吧 有一次他同事想找他开车 他不想接给人家 他就说我给开走了 后来那同事就打电话到我这儿 说急事看那车能不能开 我不知道这事 这事就露馅了 他就把责任就推我身上 他说是我不同意 就他也没办法 这个事你应该帮我圆一下 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嘛 然后他不是特别熟悉 然后你得罪一下他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是女生觉得就从这点 我就看不惯他拿我当枪使 处理方式不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他同事结婚 他人不去 他连份子都没有碎 我就觉得一个公司的 你至少面上得过得去吧 我跟那个同事 就是我俩上不来 然后我不想给他随份子 然后我也不打算 就是我比如说我结婚什么的 然后让他给我随份子 就是我不想 就是跟他有过多的交集 或者交往 这不是你有想法吗 他对你好吗 其实那个不重要 他怎么对其他的同事 他对我也很自私 他对你怎么样 他吃饭 他吃饭根本就不考虑我 竟点自个儿来吃的 对啊 我问你吃什么 那你顺口就能帮我点一下的 你说随便 那我就点吧 然后你想吃什么 那你就自己点吧 然后我点两个 你点两个 那咱就凑一桌菜 就吃就得了 那你就不能顺便问问我 那我问你 还有我看电影 看电影 他喜欢看战争了 我喜欢看科幻了 他就觉得 那就分开看 就是他看他的 你看你的 对 他看他的 我看我的 不是 咱俩干什么去了 看电影啊 那我想和你一起看 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 那你就跟我一起看吧 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一起看 就得让我去迁就你 不是 你要是想看电影 那咱就看电影 你要想跟我在一起来着 那咱可以干点别的事啊 还有 还有一次啊 他 这成什么理论挺逗的 他那个下雨打伞 他都不帮我打 人家别的男生 那伞都在女生那 他就在他那 我这边都淋湿了 不是 我也没有在我这 就我俩中间走 然后我就把伞放在中间 然后他可能那一半淋湿了 但是我也淋湿了啊 他说啥 他说我穿的皮鞋 你穿的亮鞋 你汤水没事 你穿的什么 亮鞋 亮鞋是吧 对 说你汤水没事 那个我那鞋一汤就坏了 然后他就打着伞跑了 就把我扔鱼里边了 后来我上签问他 我说为什么把我扔鱼里边 他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淡淡临头鸽子飞 因为那个事吧 就是他说的就是 这像一句玩笑话 我觉得 那当时我多惊他 他说的皮鞋和凉鞋 那个事嘛 就是因为我穿皮鞋 然后他穿凉鞋 如果他穿的那个鞋 也是不容易着水的 就我也会让他这样嘛 这就是为了一个 咱们的东西就是好嘛 可是你都没有考虑过 我汤水 我又淋雨 我又汤水 我不会生病 然后咱们俩一起 就是有说有笑的 我就看快到了 然后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就跑上去了吧 我也不知道你生气了呀 那你多让我心啊 你就明显的这句话是 就是玩笑的嘛 跟你开个玩笑嘛 还有平时出去玩 然后去便店买水 根本就想不到说 旁边还有一个人 说我也帮他买一瓶 你说你渴了 那你就告诉我吧 那我就给你买一瓶吧 那你双口问我一句怎么 明明去一趟就是 那行 下午我问你一下 行吗 然后有一次去杭州 然后我俩出去玩 去杭州 就临时我奶奶又生病了 然后我说我就不想去了嘛 他就非要去 然后他就跟我闹气 他一晚上跟我闹了三四气 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吧 就是属于一个毕业旅行吧 相当于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了 但是他奶奶临时有事嘛 然后我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开心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其实挺想去的 然后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说我就问他 我说能不能去 那是因为你生气了 你老逼我 逼我 我不想让你开心 然后最后他答应我了 然后结果你玩了 那是因为你逼我的呀 然后你玩了也挺开心的 你跟我闹气闹多大 这两个年轻人恋爱谈的 还有别的吗 让他觉得就是觉得 我第一次带他回家 我爸临时有事没来 我知道他想见我爸 我就跟我妈沟通嘛 我妈就跟我说 你爸临时有事 真是赶不过来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跟他说了 他两分钟之后 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就走了 不是这个事首先就是 他之前也去我家了 我妈招待他 招待得挺好的 然后就是我家什么情况 然后都跟他说得特别清楚 那我妈招待你招待得挺好的 然后我俩打算断节 然后去他家嘛 然后就提前两个星期 然后就跟他定好了 就说去他家 结果到了之后 就是也没有去 我是提前跟你说好了 也没有去到他家 然后也没有见到他爸 当时我就是有点不开心嘛 而且他就是家里边人 还总是在一起说一些敲敲话 就是我挺不在劲的 然后 我提前跟他说了 我说不能回 然后第二天 不能回去 我说只能住小姨家 他同意了 然后他去了之后 对啊住小姨家 你没有说不去你家呀 他去了之后 我说是去你家呀 他去了之后 我妈说因为觉得我爸没来 我妈就把我姥姥姥爷 都弄过来了 就为了跟他吃顿饭 我妈那天本来就应该上班 我妈还为了见我俩 专门请他假 第二天还陪了我们一天 我知道他想见我爸 我就去跟我妈沟通 我知道他磨不开脸 我就去跟我妈沟通 然后我妈就说 你自己给你爸打电话吧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说没时间 真来不了 然后 我就跟他说了 他妈给他打了个电话说 二奶奶住院了 他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还回去跟我吵架 他说 我觉得你家里人都不尊重我 主要是这个事 我就是不开心嘛 然后这时候 我妈就给我来电话 她说 我二奶奶就是生病了 然后因为我二奶奶就是 那你去了顶什么用 你家里人都在 你去了管什么用啊 从我五年级开始 我就一直跟着吃饭 然后一直吃到大学嘛 然后我就走了嘛 他就不相信 他主要是那个点卡得特别好 我刚跟他说完 我爸来不了 他妈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他和他妈串通起来骗我 不是 这不是重点 这重点是你们都太在意 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别人的任何感受嘛 我听了嘛 你去他们家等于 没让你住他们家 让你住他小姨家 对吗 对 就是也没有去到他家 也没有见到他爸 不是跟他母亲吃饭了吗 跟他姥姥姥爷吃饭了吗 对 不是就可以了吗 他回去就跟我吵架 亮了我一招 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不要那么自私 这事里面全都是透露着自私的因素 就是除了我还真是没别人了 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我俩存在问题 就是信任问题 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嘛 就是朋友嘛一开始聊天 然后他说他家里边条件挺好的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去他家这个事 然后我就是反应特别大 因为后来从他家回来之后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之前说的什么条件啊 那个事都是假的 去他家我就是想看看 就是家里到底什么情况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试探我了是吧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总是藏着掖着那么个感觉 啥意思 家里怎么了 他说的是什么 然后你看的是什么 就是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 说的 然后他家里边就是有别墅 然后有保姆 但是 那我爸公司破产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我就想 你家里有什么情况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 就是我也不是嫌弃你什么的 但是你总是藏着掖着的 我就感觉有点害怕 然后所以说现在 我俩就信任我了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想法呀 就是有点不敢相信他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想法 你什么想法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 但是就算是朋友 你也不应该 我不敢相信婚姻 为什么 就是巨派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看到了什么 还是听到了什么 还是经历了什么 总是有原因 我经历的 我家庭 就是也是特殊情况吧 反正就是现在 我就是也有点 不是特别敢信任他 就是还有一次就是 他在就是朋友圈里边 出售一个二手的 无力方式有一些问题 那我最后改了呀 那你呢 我每次说 每次说 我建议你和那个女生的关系 你改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可以自个儿来 我现在都不跟他联系了 然后他就是 还是因为这件事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我保持异性距离 是因为我刚跟你在一起 一个月 我知道我这事办错了 办得不好 然后我跟所有异性 都保持了关系 我跟你说了 我建议你和这个异性的关系 但是你没有改 你总说你改 你改 你每次让我看见的 都是你没改 不是 现在都不联系了 那是因为毕业了 对呀 说明他还没有 很重要呀 就不重要 那如果现在还在学校 你是不是还要跟他联系 那我没有啊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现在说的话 你不是对我没有信任吗 我对你也没有信任 谢谢 听了很多情绪的话 女生好像今天给我 能感受到的就是 男生你不重视我 你不在意我 你的心里只有你 是不是这意思 对 男生的解读也非常简单 我听到了 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信任 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 对这件事情 能不能再往前走 我是迷惘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难了 我们有感情在这儿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也有一些看起来 好像跃不过去的障碍 所以该怎么办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吃亏绝不亏 惜福才有福 我觉得挺受不了你们 在节目之前呢 这里也有一个你们 刚才女生在场上 你是自卑 其实自私和自卑 有的时候是一对好朋友 你会发现在最开始 相对自私的人 和相对自卑的人 容易相爱 因为在恋爱的初期 大家都会掩盖自己 自私的人会显得很专一 自卑的人会显得相对包容 因为他内心没有勇气 很多事情会采取妥协的状态 但是当两个人相处已久之后 彼此真实的性格暴露出来 自私的人相对冷漠 只关心自己 而自卑的人相对敏感 所以他对于很多 自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 他会 这都是谁啊 别的男人都不会拍照 我都知道好的了 你要不找个摄影师 当男朋友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 拍照成了女性朋友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所以考核一个男朋友 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指标 就是拍照拍得好不好 很多男士呢 为这个东西发愁 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 像这种硬性技巧 是一定要学习的 学习使人快乐 爱情也使人快乐 为爱学习 使人双倍的快乐 学习吧 兄弟们 爱情保卫战和我 都在抖音开通的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 关注我们 还有很多爱情告白 精彩视频可以观看 下面当然是要看 去对情侣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好好磨合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团 有请 谢谢 见证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师们说的自私 然后我也会改正 然后你说的关系呢 我也会考虑你的感受 别哭了 送给你啊 谢谢你们 请回吧 有一个 真实天使 我哪里